不出不入 因为那个智房 它就是说 入定跟出定 然后这个玄册 跟智房讲 说不出不入 没有出入 有出有入 各位前选就是有现象 然后有生命 才有出有入 然后不出不入 就是常定 常住 常有 我们佛性也就是这个样子 它常住 然后常定 常有 有不变化的 常住的有 不定不乱 在我们佛性本体来讲 不定不乱 没有这些名相 残性 无住 这个残性 它无住 没有住 没有 那个止住 没有停止的地方 没有住的地方 离 这个住残疾 离开了 离开了那个 止住的 残疾 各位前选这样听懂意思吗 它说如果有一个 可以停止的地方 有停止的地方 那是不是有一个限度 不会很宽广 假如说有一个停止的地方 那表示它不是佛性本体 因为佛性本体非常宽广 无量无边 进西空 遍法阶 所以我们那个财心 很宽广 假如说要有一个停止的地方 住的地方 那就变得狭隘 这样懂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 那个佛性启发 跟整个西空融合 所以现在有一点 要体会这种状态 比较体会不出来 等到我们往后 越熟悉的时候 就会越了解说 原来我们那个佛性 就是这么宽广 无量无边的宽广 不是那么狭隘的一点点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有停止的地方 有住的地方 在我们身体的现象来讲 比较安稳 可是佛性不是这样 这样了解意思吗 我们有辛苦的时候 就是要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让我们休息 有一个地方让我们住 这样了解吗 可是我们这个身体 是天地的物质 所以有风土 纵眼忌晦 这有用 不能长期拥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身体的那个堂 跟天地的地方 那个环境 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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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从那个高的地方 来看我们住的房子 像不像火柴盒 很像 那我们住的 我们住的 竟然是一厘厘 那我们佛性不是这样 很宽广的 那会是坐高铁下来 然后因为它盖的比较高 看那个房子 好像那个模型 我们那个 有做那个 孩子在玩的那种模型 像不像那个 很像哦 我在想说 我们人哪里都 像蟋子 比蟋子 还要熟 各位有没有看过 那个鸟窝 那个鸟窝 那草子去做 我们一看到还蛮 蛮大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 远的地方来看房子 比那个鸟窝还小 很小 那我们人 像不像鸟 会来会去的 所以那个 我们这边的浅显 跟后姐讲 说去基隆 去那边去玩 才知道说 哦 原来基隆这么远啊 哦 你每个礼拜都从基隆下来 哦 真远耶 没有听真的很可惜 想像的哦 那基隆很远 可是真正的一坐车上去啊 哦哦 那坐车上去 那才真的哦 体会啊 所以想像跟体会啊 是不是不一样 嘿 不一样哦 哦 那个车上去 那只想像 啊 你如果真是气哦 那有 真是有车上去 哦 感谢观看